我还是得找一天 正式登门拜访一下叔叔阿姨 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好啊 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然后出去吃饭也可以 到时候问问他们 好 那我们走 我明年就二十岁了 我都快二十六了 真是岁月不饶人哪 我不是说你老的意思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我太小了 如果我不是二十岁就好了 说二十九岁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要是二十九岁的话 还比你大三岁 这样 这样 我哥要知道我们谈恋爱 就也不会对你动手了 那可不行啊 那可不行啊 我不喜欢年轻的 我也会老的 你老了也比我年轻啊 想什么呢 你不要就是 冬家学 你开心吗 当然开心啊 真的开心 真的 怎么了 没有 那就好 那你要每天都很开心 我会让你每天每天都很开心 好啊 那这个就要看你了 看你能不能一直陪着我 对不起 他们说的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 就不要不开心 我没有不开心 你爸妈没跟我说什么 你爸妈很好 不过确实 他们好像给我提了一些顾虑 顾虑什么 他们说我年纪太大了 你带我出去以后会丢人的 说的这个吗 别开玩笑 我认真在问你 真的没什么 你爸跟我说那么多话 我这不是也不知道你在问我哪一句吗 就是 就是他们让你再考虑一下的那句 就 你又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或者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怎么准 我就随便问一下 反正也没关系的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跟你说 你很好 你知道的 就他们老觉得我年纪小 所以他们会担心 但是还好是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他们会说更多 我知道 对了 我跟你说过的 你家里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怪自己 而且 你爸爸的事情 我也可以帮你一起充满 帮你一起照顾 我都知道 你千万别去跟他们说什么 你好不容易放假 回家好好陪陪妈妈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影响你的心情 嗯 好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快去睡觉 好吗 好 对了 我明天早上 可能得先回一和了 会 一和 刚刚接到个电话 说明天临时有过工作 见客户 就得先回去了 那 那我陪你 不用 明天一大早的飞机 特别早 你在家好好睡觉 我送你呢 真的不用 我一个大男人 我还不能自己去机场 好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真的 快去睡觉 好吗 好 晚安 我来一和 我高二的时候来一和 来找网恋对象 嗯 其实 我没有什么网恋对象 我来一和是来找你的 嗯 嗯 因为我听我哥说 你有女朋友了 所以我就来一和了 我想来找你 我不是来一和上了大学之后 我才喜欢你的 我那是骗你的 因为我怕你觉得 怕你觉得 觉得你什么 觉得我很奇怪 可怕你 GLENN 我还是可以 所以我不希望你 我肯定 你不怕你 我有一个秘密 虽然不太想承认 但我好像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段佳许 在我还不知道 你名字对应的是哪个字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已经喜欢很久很久了 赚很多钱 帮哥哥还债 我把我像我永远藏起来的秘密 都跟你说了 你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看在我 这么喜欢你的份上 你不要听这些人说了话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好吗 我请不吝 préc 送鸣 感谢观看